好,大家好,來到宏宮科技hashtag時間 今個星期二的節目應該都會準時上網 因為我現在錄影的時間就是 英國時間晚上11點45分左右 所以做完二十多分鐘的節目 就會上網,所以應該會準時 發現晚上睡一點點,做完節目 比星期二堆積起來更好 因為星期二日初、日後早的時間 比較難控制 我今天想說 看看時間如何控制得很好 主要想說 以哈戰爭的情況 上星期四,KO也有評論 整個態勢 我也有說過 以色列和華民傳媒 很多時候都是比較沒有很準確 說二巴衝突或者戰爭 但是你看到西方傳媒很準確地說 是以色列和哈馬斯的一個戰爭 分享一下西方社會 其實絕對不是一面倒去支持整個以色列的狀態 很多時候都會說 其實以色列之前是對巴勒斯坦很差的 所以這次他發動的恐怖襲擊 可能有一點同情的餘地 雖然我不是很贊成這一部分 但是絕對以色列和之前在摩克蘭 受到俄羅斯的攻擊戰爭的威脅 那個一面倒的情況很不同 我很少看到有人支持俄羅斯那邊 但是這次就是在西方社會 尤其我英國看到的朋友 我都很觀察他們說些什麼 或者做些什麼 反而是有多少人在網上支持巴勒斯坦 有機會他是伊斯蘭教的人 或者本身他是阿拉伯人 所以有些支持關係 整個巴勒斯坦那邊的一個行為 我這次的節目就不想留言 因為再說下去或者看其他的報導也有說 但是嘗試用一個比較特別的角度 就是比較少的KOL是用經濟的角度去說 所以我多數都是用經濟的角度去說 那市況其實基本上都是穩定的 其實美股都沒有什麼跌 就是沒有說這次的事件就跌了 那你看回NASDAQ 不知道是不是在走一個奇仔的格局 升了上來 那個上升通道的底部就沒有穿 但是由下降軌道去到下降軌道的上端 看看之後的走勢怎麼走 那這個星期主要都是很多公司的業績出來 那就BANKS方面是OK的 那主要有個NAT INTEREST MARGIN就是拉闊了 那很多個BANK譬如CHARLSWAP那些等成 我看到好像業績都不錯 所以就彈了上來 那上個星期就 那這個奢侈品牌的股票就受到影響 就是又沒有去到洗倉 不過就是大跌了下去 LVMH就大家優待去到一個增長 那剛剛上市的一個德國品牌的拖鞋品牌 都是破法 IPO跌了9-10%左右做得很差 那其他的品牌股都是有跌到 那所以我看到法國的股市呢 就特別偏僅比較弱一點 那由7,600左右的一個高位 就去到7,000左右 那跌了差不多8-9%左右 那德國這樣也沒了下來 那始終比較硬淨一點 那日本就很冷的 就是一時就升1-2% 跌又跌2% 那昨天就好像跌了2% 那都很誇張 那現在應該未開始的 就是日本 那就升1.17% 那偏僅比較冷一點 Crypto方面 就是今天發展了一件事件都挺特別 你看到一支針就捱去三萬 那主要就是市傳說 這個BlackRock的ETF 證監就是審批完食 那即將會launch 那但是BlackRock就立即出了一個新聞稿 那就是說其實還在等著SEC的一個批准 那所以就很快就從三萬那方面就跌回去 曾經跌過去 曾經跌過去 下去2萬8-2萬 那現在都升了一點點 叫做都收一支揚足 挺特別的一件事 那也想告訴大家 金價油價 看一看 commodities 的話 那就 油之前是波蘭達油 或者都去過九十溫南上 那現在就去到89.1 89.3 那第一個旗油就85 那就 英國的氣呢 或者歐洲的氣價呢 那就從那個位置就回回少少少 那麼 回回大約不夠10% 那就 都不是回到很多 因為始終 開始 即歐洲方面就比較冷 今天早上 英國時間 倫敦時間 都去到一至兩度 那就 其他氣價 那你看到都收回一支陰燭在這裡 金呢 就 其實都升了大棍 都算是不錯 那 由之前1840 去到1920都升了很多 那 那 照根根基都沒什麼特別 那 那都想說說 其實猶太人 就是 為什麼這麼重要 或者 巴勒斯坦人 或者 之前巴勒斯坦的人 那就 奇怪了 那就說 為什麼主流媒體 就是在發生這件 慘劇之前 那就 為什麼不做多一些 就是一些新聞 新聞的一些 傳播 導致到可以 就是 巴勒斯坦的問題 可以在 國際上 裡面就討論得多些 那麼 西方社會 其實這個民主遊戲 是很特別的 就是有愛有恨 那麼 當然 就是金主方面 就是 拜登不是猶太人 那麼 但是 這個 就是 Richards and Mark 都不是猶太人 但是 他們後面的金主 有機會是猶太人 那麼 所以你看到 這個榜呢 就是Forbes 就是一個 Jewish的 Billionaires 那麼 看回 其實你看到很多 其實都是 有錢人 都是猶太人 Nary Ellison Oracle 那 Google Gallery Page Cherky Brain 但是 Microsoft 之前的 Steve Bormer 那麼 Michael Bloomberg 也是 Michael Dow Mark Zuckerberg 也是 那麼 其他 熟一點的 比如Chanel 這個 不同的 Jeff Yass 都是一個 就是Investors 那麼 再 熟一點 卡 Icon 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個 Artivist 那麼 譬如 聖Cohan 很多時候都是一個 就是猶太的 一個姓 Steve Cohen Google 另一個創辦人 Eric Shimmit 等等 其實都是 很多都是猶太人 都是 掌握著 很多 一個 幾重要的 一個 一個 不同經濟的名物 那麼 有人 就說過 巴菲特 有機會 都是猶太人 大家都知道 要成為猶太人 就不是 爸爸是猶太人 而是媽媽 是猶太人 有些 就很取巧 就說 我是Jewish 我記得之前 好像K.O.也有說過 不知道誰 選美國議員的人 就出來說 我是Jewish 但原來 他說他自己 相信猶太教 所以要自己 Jewish 但是 大部分 大家的意思 就是說 如果自己 Claim自己是Jewish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媽媽 是Jewish 所以全國 是Jewish 猶太教 偏向不太鼓勵 那些人 不是Jewish 去信他這個教 所以 就 見到 就像是 巴菲特 媽媽的姓 就是一個猶太的姓 所以 那些 傳冊 就說有沒有機會 是巴菲特 都是Jewish 那 其實 我看了不同的報道 都很感動 是不是很感動 而是 就是覺得 猶太人的團結性 都真的很強 就是 就是 其實這局上面 都很多猶太人 在做 擁有自己的一個 就是 Unicorn的公司 做了可能天使輪 可能做A輪 B輪 就已經是到了一個 Berlan的一個 一個 一個 猶太人 那 那 事情 那 這樣的 大老闆 或者有一些 是 Teg 的公司 可能有 四成五成六成的人 都可能是猶太人 需要回去 或者她自己 申請 إلى 以色列去 打仗 因為她召集了 召集了一個 30萬人的軍隊 去打擊哈馬斯 以那群人這麼有錢 成本很高 坦白說很多戰爭 尤其是要走地面戰的話 其實很危險 有機會死 所以我見到身邊有些朋友 可能本身是舊同事 可能本身是這群朋友 他都是加入了軍隊 去做一個軍隊的服役 當然也會對以色列的經濟 也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他可能召集了一些人 其實有些很厲害的人 停了不工作打仗 就影響到生產 所以Silicon Valley 其實是 The First Effects of Israel 和阿馬斯的Wall 看到都是不同的情況 我再看一些不同的報道 他就說 其實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 其實也有個tech industry 其實更高興 我覺得挺搞笑 挺特別 加沙其實就是一個地方 又是一個tech 我之前不知道 我坦白說 他說不只是巴勒斯坦 或者巴勒斯坦 其實有很多國際公司 都是合作 跟獨立者 和開業者 在一個地方 那本身NVIDIA 就是有一個在Israel的一個 一個talk AI Summit 本身是打算在Israel裡面去做 但是你看到 AI Summit 就是因為 要確保人們的安全 15-16日本身 今天 外陸境的時間 其實也是有 所以飛不到過去以色列 所以以色列 其實是NVIDIA 或者一個芯片頁 可能設計 或者應用等等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地方 其實不同的公司 都可能跟其他 就是加沙地帶的一些人 去合作 所以其實原來都是跟tech方面 是有些合作 都挺特別 剛才也說了 一些Unicorn的大老闆 都紛紛進去的戰爭 非常感動 你說之前韓國人 金融風暴的時候 捐金出來去救國 都沒有去到戰爭的狀態 純粹是自己錢財的一些 傷害物捐給國家 但是這次是拿一條命去捐 和乘舶飛機一起坐過去 就是那個氣氛 就是當然你可以說 喂 是鏡頭面前才這樣而已 那個鏡頭 可能之後就期待到 很害怕 也不奇怪 但是那個 在這一方面 真是 坦白說 在世界社會上 或者去 建國方面的 或者維持 保護自己國家的 決心 就算他的性格是怎樣的 我也覺得這件事 是很受到尊重 其實都很多 這個已經是一個2023年4月的報道 其實很多公司其實都是 有成88間的Unicorn 是這個Israeli去成立去Fund 其實很多公司都不好吃 坦白說 就是這個公司 可能你有聽過 但是 其他 原來都是 攝取了很多不同的範疇 有 有 Mobile 也 建立了很多 工作 每一間都是 100至到 2000 5000 都有 挺誇張 Mobile Making Marketing Analytics Agentless Agentless Device Security 很多都是一些 Cyber Security 或者Industrial 的 Security 都挺特別的 Chartech 不同的一些 IT的應用 都是在這裡 Buy Now Pay Later 等等 都是挺誇張的 這些業務 那 剩下的時間 大約有7至8分鐘 其實 差大家一段時間 本來的環節 打算說多一些AI的事情 但是沒有什麼機會說 但是其實 我一直在英國的時間 其實都沒有偷懶 就出席了很多不同的AI的 一些 或者一些 座談會 那 有時候都是會有些公司 去Pitch 就是 講回那間公司的一些發展狀況 希望是可以 多一些人理解那間公司 那 其中一次就不是Pitch那間公司 就Pitch 就是 在英國 或者甚至 一個 歐盟那個 AI的法律 其實是 有沒有什麼規範 雖然 尤其是 就是 AI的法律 暫時 以我理解的話 英國方面 應該就未能 我想 G7 都是想 對於AI 是有些控制的 但是 沒有AI法律 之前 是不是就完全是 不需要理解 AI的東西 這個不是 那 很多時候 就是有些 我覺得 這篇東西 其實也挺好 其實就是 有個 Fox Williams 有個partner 就是講了這個talk 其實都 對於AI的應用 或者那個law 都有些 basic ideas 其實就是 第一 就是用AI的技術 的時候 用IP 其實就 有個問題 就是 大家覺得 如果 AI 發明了一些 IP 究竟那個IP 擁有人 是一個AI 還是 擁有AI的人 去 他的名下 比較簡單的說 可能每個scenario 或者situation 有些不同 但是 簡單的說 就是 用AI 或者IP 是一定要給人 或者一個entity 去擁有 而AI不是一個entity 或者人 所以 IP 就會變相 給一個擁有AI的人 去拿著 大家都要留意 就是 Data Protection 方面 是很重要 你怎樣拿到 我之前經常說 AI有三個範疇 第一個需要有LLM Large Language Models 你需要一個的Models 而這個相對來說 不是很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就是 其實 整個LLM 其實研究了很久 就是二、三十年 可能有很多 professor 其實都寫了channel 而那些channel 其實已經公開了 在這裡 所以 相對來說 不是太難去建立一個LLM 第二個就是 有海量的Data 如果你沒有海量的Data 的話 其實做的事情 就沒有那麼準確 所以海量的Data 都很重要 這些Data 就是在歐盟地方 就有一個GDPR 的law 你對於私隱保護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是因為 洩漏了一些個人的訊息 而導致那個人 是有些損失的話 你就需要賠款給他 那大家 就是我也是 社會的節目 沒有機會說 之前有一個 情況在香港發生 就是 Cyberport 就是很不幸地 就是 應該有些黑客 用一些 就是 保安的流動 就鑽進去 就把所有在Cyberport的東西 都公開出來 包括 所有僱員的身份證 CV 出的糧 等等 或者那些企業 就是 拿了 一些獎 或者一些數 等等 都是公開出來 這個是很嚴重的 如果是歐盟的話 但是應該那個GDPR 就是某KOL就說 如果是受害人 是一個歐盟的身份的人 某某在香港這件事件 都是有機會可以用歐盟的GDPR去告 Cyberport 那我看回一些報道 就是應該是不可以 就是要那件事發生在歐盟地方 才可以做到這個Claim 如果純粹是一個歐盟人士去受影響 就不可以告到Cyberport 那所以那個Data Control等等 是非常重要 那保安 或者你一個不合法的方法 去拿到一些Privacy的話 這個都相對來說非常重要 那所以其實就有些White Paper 出來了 那就是怎樣去做監管 Safety等等 那這個都是非常重要 那大家都可以留意 再看回這個情況 那UK其實就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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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UK政府有機會是 就是開一個全球的一個 一個 first Summit About AI Safety 那就是在這個Black Chile Park 裡面去做 那這個有一個歷史的背景在那裡 那我詳細說 那就是 就是 應該就 UK officials 就希望是可以 就是 拿到 Permission 就是 Examine Internal Workings 就是一些 Large Language Models 就標籤 Google的Deep Mind And Trophic 或者是 Open AI的東西 那但是這些公司 其實都起床 就不能讓它去拿 那 那 歐盟 也是在加強 對於 AI的監管 這個也是必定的 那 最後 也想說 一件事就是 就是 就是 AI的方面 其實 開始 其實 就是整天都 debate 究竟 ChakGBT 是一個敵人 還是一個 就是 一個 比較有規模的人 去反對 AI的應用 就相信 都是應該 荷里活的 一個 電影工業的人 那麼 就希望監管 就是 寫劇本 或者 用來一些 讀竅 不同的東西的時候 應用AI 那個 情況 應該要受到控制 那麼 確保 那些人 那個 就業的機會 就不會受到 控制 那這個 其實就應該 這樣做 那麼 最後 應該就 negotiate 那就是 三年的 就是 不同的 一些 組織 所以就 停了罷工 那麼 監管 AI 就要 有些 restrictions 包括 就是 Writers hired by Studios can use AI tools as writing aids with the studio's consent They can't be required to use text generators but they must follow Studio guidelines for using such tools 那麼 Studio會系 讓人們去應用 不可以 無止境利用 不可以做一個 task generators 如果Studio 要叫一些 Writers 去refyre model's output 的時候 It can't reduce the writer's conversational credit It must declare that AI created the output It can't give AI credit for stories and writing 不可以 就是名字 在那裡 就說名字AI 如果Studio 是用一個 large language model 去generate story idea 或者 turn it into final script Studio can't retain right to degenerated work 這個挺特別 因為剛才 就說過 如果是用AI 去發明一些 IP的東西的時候 那很多時候 不會 AI去擁有一個IP 因為AI不是一個人 就是 entity 但是現在就說 Studio擁有一個AI的話 或者去用這些 checkGPD 我相信就說 唔可以是 studio擁有 Studio can train machine learning models on the writer's work This profession was motivated at least partly by studio's worry that tech giants Amazon Netflix whom they can pick a training screen writing models on existing scripts 這個很大機會 就是 Amazon 和Netflix 有機會用 because generated technology is rapidly repidly developing the writer's union retains the right claim studio's use of future technology finalistic agreement 那就是保留了一個 追踪的權利 就是之後有機會 再去跟studio的講數 那暫時來說 就停止了一個 那個罷工的事件 那時間夠了 那跟大家交代了 就是猶太人 對於經濟 尤其是tech方面的 一個行業 其實就是舉足輕重 第二就是AI的一些法商 和AI的新的發展 那謝謝大家支持 那希望繼續支持我們 謝謝大家 拜拜